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在题诊当中改出像infer,implied,suggested,还有indicated等提示词 而且我们还要在原文当中去找到他的推理点才可以 那在这之前呢我希望通过一个中文来给大家热一下身 好大家请听好题 说Michael他丢了一本专项阅读 Jack呢他在修题室剪刀了一本专项阅读 请问在适度推理的情况下你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同学们经过了头脑风暴之后呀 得出了三个比较有价值的结论 首先第一点就是Michael他有一本专项阅读 其次Jack呢剪到了Michael的专项阅读 第三点是Jack剪到的专项阅读可能是Michael的 OK因为我们从题诊当中无法得知 Michael丢的那本书啊是不是属于他自己本人的 所以呢我们第一点和第二点就已经不在适度推理的范围之内了 OK那大家在做推断题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小看这适度推理的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你既不能思考过多但是你又不能不思考 那么问题来了 同学们就会很疑惑 那老师我在做题的时候我到底是去思考呢 还是不去思考呢 那我们先通过一道真题来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适度推理 我们平时说啊就推断题呢就用排除法来做是比较有效果的 然后当出现以下几个选项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可以去选择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选项里面出现了原文原封不动的内容 这是属于照搬照抄了我们不可以去选择 第二点呢就是和文章内容恰恰相反的 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原文未曾提及到的信息 属于无争生有效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可以去选 OK最后一点呢就是凭着大家想象力过于丰富了 属于过度推断了 好我们看到这样一道题 题单里面呢会有一个suggest作为提示词 我们能够迅速的判断这是一道推断题 那在迅速的浏览完文章还有选项之后呢 有些同学就信心十足的去选择了一选项 哎内心抑制不住的狂写 心想哎这么难的推断题也能由我做对的时候 好OK当你做完了之后呢 考官看到了你这个答案 他也是一阵狂喜心想 哎我又抓着一个做错的同学了 然后你就被华丽丽的倒扣分数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依照这些作题原则呢 一选项正好是符合我们说的照搬照抄 它就是原文里面出现的内容 因此我们是第一个就要把它给排除掉的 好那再根据作题原则 我们再看一看其他选项里面 有没有我们可以排除掉的呢 我相信机智的同学应该已经有了答案了 B和D选项就可以直接被枪毙掉了 B选项里面他提到了Dangerous 那文中呢从来没有提及关于Dangerous的信息 所以属于无争生有效 我们是不可以去选择的 那D选项里面他又说 Require skilled players 那这个呢正好是和E选项是相反的 而且E选项就是我们的原文内容 所以啊这个D选项是和文章相反的 所以我们不能去选择 那就剩下A和C了 A和C当中哪一个是可以从文中推断出来的呢 因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American youth will play in a game Some will let the English game rounders 然后他推出的解论就是说 棒球是起源于美国的 这个就很像几世纪的美国人 如果在提我们中国古代的簇拘的话 然后你就能够得出说足球是由美国人发明的吗 那很明显这个就是属于过度推理了 OK那剩下文章最后一句话呢 他说到了 With the simple equipment and the only fair rules This game steadily increasing popularit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OK那他正好是推出了A选项这样的一个推理点 因此我们看来啊同学们 你们有感受到吗 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呢 推断题虽然会比做其他类型的题都要稍微复杂一点 要赚几个玩儿才可以 但是只要你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然后多注意选项当中出笔者跟你布置上的小限角 我们依然还是可以攻破这一类型的题的 OK那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今天你掌握了吗 OK那我们在做题的设计